民数记 第35章 耶和华在摩押平原 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小域摩西 你吩咐以色列人 要从所得为业的地中 把些城给利为人居住 也要把这城四围的郊野给利为人 这城邑要归他们居住 城邑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牛羊 和各样的牲畜 又可以安置他们的财物 你们给利为人的郊野 要从城根起四围往外梁一千轴 另外东梁二千轴 南梁二千轴 西梁二千轴 北梁二千轴 为边界 城在当中 这要归他们做城邑的郊野 你们给利为人的城邑 其中当有六座逃城 使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 此外还要给他们四十二座城 你们要给利为人的城 共有四十八座 连城带郊野都要给他们 以色列人所得的地业 从中要把些城邑给利为人 人多的就多给 人少的就少给 各支派要按所承受为业之地 把城邑给利为人 耶和华小玉摩西说 你吩咐以色列人说 你们过约旦河 进了迦南地 就要分出几座城 为你们做逃城 使误杀人的 可以逃到那里 这些城可以做逃避报仇人的城 使误杀人的不至于死 等他站在会中面前听审判 你们所分出来的城 要做六座逃城 在约旦河东 要分出三座城 在迦南地 也要分出三座城 都做逃城 这六座城 要给以色列人 和他们中间的外人 并寄居的 作为逃城 使误杀人的 都可以逃到那里 倘若人用铁器打人 以致打死 他就是故杀人的 故杀人的 必被致死 若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 打死了人 他就是故杀人的 故杀人的 必被致死 若用可以打死人的 木器打死了人 他就是故杀人的 故杀人的 必被致死 暴血仇的 比亲自杀那 故杀人的 一遇见就杀他 人若因怨恨 把人推倒 或是埋伏 往人身上扔物 以致于死 或是因仇恨 用手打人 以致于死 那打人的 必被致死 他是故杀人的 暴血仇的 一遇见 就杀他 倘若人没有仇恨 忽然将人推倒 或是没有埋伏 把物扔在人身上 或是没有看见的时候 用可以打死人的石头 扔在人身上 以致于死 本来与他无仇 也无意害他 惠众就要照典章 在打死人的 和暴血仇的中间审判 惠众要就这误杀人的 脱离暴血仇人的手 也要使他归入逃城 他要住在其中 只等到受圣告的大祭司死了 但误杀人的 无论什么时候 若出了逃城的境外 暴血仇的 在逃城境外遇见他 将他杀了 暴血仇的 就没有流血之罪 因为误杀人的 该住在逃城里 等到大祭司死了 大祭司死了以后 误杀人的 才可以回到他所得为业之地 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 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 要做你们世世代代的律例典章 不杀人 不杀人 犯死罪的 你们不可收赎架代替他的命 他必被致死 那逃到逃城的人 你们不可为他收赎架 使他在大祭司为死已先 再来住在本地 这样你们就不污秽所住之地 因为血是污秽地的 若有在地上流人血的 非流那杀人者的血 那地就不得洁净 你们不可玷污所住之地 就是我住在其中之地 因为我耶和华 住在以色列人中间 那时门徒增多 有说西利尼话的犹太人 向西伯来人发怨言 因为在天天的供给上 忽略了他们的寡妇 十二使徒叫众门徒来 对他们说 我们撇下神的道 去管理范事 原是不合一的 所以弟兄们 当从你们中间 选出七个有好名声 被圣灵充满 智慧充足的人 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 但我们要专心 以祈祷传道为事 大众都喜悦这话 就拣选了斯提反 乃是大有信心 圣灵充满的人 又拣选肥利 波罗哥罗 尼加罗 提门 巴米拿 并进犹太教的 安提阿人 尼哥拉 叫他们站在使徒面前 使徒祷告了 就按手在他们头上 神的道 兴旺起来 在耶路撒冷门徒树木 加增的甚多 也有许多祭司 信从了这道 斯提反 满得恩惠 能力 在民间行了 大启示和神迹 当时有称 利百蒂拿会堂的几个人 并有古利奈 亚利山泰 吉利家 雅西亚 各处会堂的几个人 都起来和斯提反辩论 斯提反是以智慧和圣灵说话 众人抵挡不住 就买出人来说 我们听见他说 傍读摩西和神的话 他们又耸动了百姓 长老 并文士 就忽然来捉拿他 把他带到工会去 设下假见证 这个人说话 不住地遭见圣索和律法 我们曾听见他说 这拿撒勒人耶稣 要毁坏此地 也要改变摩西 所交给我们的规条 在工会里坐着的人 都定睛看他 见他的面貌 好像天使的面貌 使徒行传 第七章 大祭司就说 这些事果然有吗 诸位父兄请听 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 在弥索波大米 还位住哈兰的时候 荣耀的神向他显现 对他说 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 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 住在哈兰 他父亲死了以后 神使他从那里 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 在这地方 神并没有给他产业 连立族之地也没有给他 但应许要将这地赐给他 和他的后裔为业 那时他还没有儿子 神说 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 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奴仆 苦待他们四百年 神又说 使他们做奴仆的那国 我要惩罚 以后他们要出来 在这地方侍奉我 神又赐他戈里的约 于是亚伯拉罕生了以撒 第八日给他行了戈里 以撒生雅各 亚各生十二位先祖 先祖嫉妒约瑟 把他迈到埃及去 神却与他同在 救他脱离一切苦难 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 得恩典 有智慧 法老就派他 做埃及国的宰相 监管全家 后来埃及和迦南全地 遭遇饥荒 大受艰难 我们的祖宗就绝了粮 雅各听见在埃及有粮 就打发我们的祖宗 初次往那里去 第二次约瑟与弟兄们相认 他的亲族也被法老知道了 约瑟就打发弟兄 请父亲雅各和全家七十五个人都来 于是雅各下了埃及 后来他和我们的祖宗都死在那里 又被带到世间藏于亚伯拉罕在世间 用银子从哈摩子孙买来的坟墓里 极致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日期将到 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 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兴亡兴起 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 苦害我们的祖宗 叫他们丢弃婴孩 使婴孩不能存活 那时摩西生下来 俊美非凡 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 他被丢弃的时候 法老的女儿拾了去 养为自己的儿子 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 说话行事都有才能 他将到四十岁 心中起义去看望他的弟兄以色列人 到了那里 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 就护逼他 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 打死了那埃及人 他以为弟兄必明白神是借他的手搭救他们 他们却不明白 第二天 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 就劝他们和睦 说你们二位是弟兄 为什么彼此欺负呢 那欺负临舍地把他推开 说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呢 难道你要杀我 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 摩西听见这话就逃走了 寄居于米殿 在那里生了两个儿子 过了四十年 在西乃山的旷野 有一位天使 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 摩西见了那异象 便觉稀奇 正进前观看的时候 有主的声音说 我是你列祖的神 就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萨的神 雅各的神 摩西战战兢兢 不敢观看 主对他说 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 因为你所占之地是圣地 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 我实在看见了 他们悲叹的声音 我也听见了 我下来要救他们 你来 我要拆你往埃及去 这摩西就是百姓气觉说 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 神却见纳 在经济中显现之使者的手 拆派他做首领 做救赎的 这人领百姓出来 在埃及 在红海 在旷野 四十年间 行了歧视神迹 那曾对耶色列人说 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 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 像我的 就是这位摩西 这人曾在旷野会中 河西乃山上 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 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 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 我们的祖宗不肯听从 反弃绝他 心里归向埃及 对亚伦说 你且为我们造些神像 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 我们不知道他造了什么事 那时他们造了一个牛犊 又拿祭物献给那象 欢喜自己手中的工作 神就转脸不顾 任凭他们侍奉天上的日月星辰 正如先知书上所写的说 以色列家 你们四十年间在旷野 岂是将牺牲和祭物献给我吗 你们抬着摩洛的账目和礼番神的心 就是你们所造为要敬拜的像 因此 我要把你们迁到巴比伦外去 我们的祖宗在旷野 有法贵的账目 是神分布摩西 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 这账目 我们的祖宗相继承受 当神在他们面前 赶出外邦人去的时候 他们同约书亚 把账目搬进承受为业之地 只存到大卫的日子 大卫在神面前蒙恩 祈求为雅各的神预备居所 却是所罗门为神造成殿雨 其实 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 就如先知所言 主说 天是我的座位 地是我的脚凳 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雨 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 这一切不都是我手所造的吗 你们这印着景象 心于耳未受割礼的人 常识抗拒圣灵 你们的祖宗怎样 你们也怎样 哪一个先知 不是你们祖宗逼迫呢 他们也把御仙传说 那义者要来的人杀了 如今你们又把那义者卖了 杀了 你们受了天使所传的律法 竟不遵守 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 向斯蒂反咬牙切齿 但斯蒂反被圣灵充满定精望天 看见神的荣耀 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 就说 我看见天开了 人子站在神的右边 众人大声喊叫 捂着耳朵 其心涌上前去 把他推到城外 用石头打他 做见证的人 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 名叫扫罗的脚前 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 斯蒂反呼吁主说 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 又跪下 大声喊着说 主啊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就睡了 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诗篇第九诗篇 神人摩西的祈祷 主啊 你时时代代 坐我们的居所 诸神未曾生出 地与世界 你未曾造成 从亘古到永远 你是神 你使人归于尘土 说你们世人要归回 在你看来 千年如已过的昨日 又如夜间的易经 你叫他们如水冲去 他们如睡一觉 早晨 早晨 他们如生长的草 早晨发芽生长 晚上割下枯干 我们以你的怒气而消灭 以你的愤怒而惊慌 你将我们的罪孽 摆在你面前 将我们的隐恶 摆在你面光之中 我们经过的日子 都在你震怒之下 我们度尽的年岁 好像一声叹息 我们一生的年日 是七十岁 若是强壮 可到八十岁 但其中所惊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 转眼成空 我们便如飞而去 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 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 晓得你的愤怒呢 求你指教我们 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 好教我们得着智慧的心 耶和华 我们要等到几时呢 求你转回 为你的仆人后悔 求你使我们 早早保得你的慈爱 好教我们一生一世 欢呼喜乐 求你照着你 使我们受苦的日子 和我们遭难的年岁 叫我们喜乐 愿你的作为 向你仆人显现 愿你的荣耀 向他们子孙显明 愿主我们神的荣美 归于我们身上 愿你建立 我们守所做的功 我们守所做的功 愿你建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